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韭菜和木耳的老吃法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太香了 我们先准备韭菜,把韭菜摘一摘 枯萎的发黄的全部都不要了 这样韭菜没有营养,而且影响口感发苦不好吃 全部挑干净,再把韭菜提前洗一洗 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水分 如果赶时间用吹风机分扇吹一吹 准备了大约200克的韭菜 韭菜改刀切成韭菜小段 韭菜的口感是比较鲜嫩的 无论做配菜还是包水饺 包包子都别有一番风味 切好的韭菜放入大盘中 韭菜加入少许的油 用筷子搅拌搅拌,提前加入油 可以把韭菜的水分锁住 包的过程不会出汤汁 就算放上两个小时也是一样的 搅拌均匀之后放到一旁备用 提前用温水泡发了木耳 用温水泡了木耳 很快的几分钟就可以泡好了 这个天气很热的泡时间不要太长 时间变长容易滋生细菌的 大概泡10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抓洗抓洗 把木耳清洗干净 再把木耳切成小丁就可以了 凉杯里面加入酵母粉5克 5克白糖促进酵母的发酵 加入30度的温水 用筷子搅拌搅拌搅拌均匀 我们先把酵母粉白糖搅拌融化 醒发的是比较快的 大盆中加入500克面粉 来点盐增加面粉的均性 搅拌均匀 我们倒入调好的白糖酵母粉 边倒边搅拌搅拌成碎状 下手揉成一个面团 软硬适中就可以 我们放到衣旁醒发 现在的天气比较热 醒发得很快 准备一颗新鲜的胡萝卜 这胡萝卜很嫩 不需要刮去外皮的 胡萝卜皮洗干净了 我们用馊子馊成细丝 我们准备鸡蛋打入碗中 我准备了6颗的鸡蛋 鸡蛋多来几颗口感 特别的香醇好吃 营养又丰富 少许的沿入一下底味 我们先把蛋黄戳破 比较好搅拌 打至蛋液比较细腻顺滑 做什么也不会老的 鸡蛋打好之后放到衣旁备用 油热下入蛋液 迅速的的搅拌搅拌 一直不停的搅拌 这样形状比较容易碎 鸡蛋碎炒好了 到锅里面晾凉 准备一块肉肥瘦相间 大约是7分瘦3分肥 口感好有食欲的 我们把肉切成小块 方便放到绞肉机里面搅打 如果不爱吃肉的话 也可以不放肉或者加其他的肉 我们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 我们把肉倒入绞肉机里面 再加入葱一起打 肉馅我们留点颗粒感吃来比较香的 像这样子就可以好了 放到大碗里面 我们调味加入盐 13香 来点花椒粉趣味增鲜 蚝油 老抽 香油 味精 戴上手套我们抓拌抓拌 朝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搅拌 肉馅上筋特别的拉丝粘稠 肉馅比较入味很好吃的 鸡蛋四凉了加进来 胡萝卜 再把肉馅加进来 戴上手套我们抓拌抓拌 把所有的食材混合到一起 再调一个面粉水 一勺面粉大约20克 加上清水100克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淀粉水一定要稍微的稀一点 这样成型的比较漂亮 搅拌好放到一旁备用 饧发好了 满满的一大盆 很漂亮的蜂窝状 满满的拉丝 我们把面团取出来揉面排气 再分成小剂子 我们改一改改成薄饼 中间厚两边薄不会露馅的 像这样就可以了 取一坨馅料 放到饼皮上面 用勺子按压紧时 馅料多一点口感更香 用自己喜欢手法包裹起来就可以了 我喜欢这样转圈包 包出来一个花形出来 封口处捏紧时不露馅 像这一个生配就做好了 包子全部包好了 我们再饧发20分钟 饧发了10分钟左右 用手抹起来轻飘飘就可以了 垫饼档提前预热 包子放到锅里面中间留点缝隙 盖上盖子焖烙两分钟 底部定型金黄 倒入面粉水 包子的三分之二 盖上盖子再烙10分钟把水吸收干 这时候锅里面没有水分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底部 金黄金黄的说明已经熟透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 水煎包烙好了 已不像煎米一样 金黄金黄的特别的香嘎崩脆 铜松又鲜软太好吃了很香的 看一下啦这个馅料爆汁 又有荤菜又有素菜 这样做的水煎包 吃起来别提多美味了 搭配着韭菜鸡蛋还有肉 水煎包太香啦 天气慢慢的转凉了 我们可以吃一些新鲜的蔬菜 特别的有营养的 爱吃水煎包的朋友们 试试这个做法又香又脆 特别的好吃馅料比较入味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是做一下吧 点开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谢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